请副市长将团棋授予总领队教练团棋授 2022达弗林匹克运动会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听障奥运 倒数十天将在巴西南卡西亚斯登场 授棋典礼上39名参赛选手以及教练团棋聚 我现在要感谢我们的听题鞋 从昨半培训一直到现在都非常辛苦 要感谢我们的听题鞋 还要在座感谢各位选手 恭喜你们能够取代表权 是不是我们来个掌声谢谢听力鞋 各位好谢谢 这次因巴西当地的防疫政策 入境不需要PCR证明 代表团出国的手续可以简化些 但也考验着代表团后续因应疫情的SOP 应该是说可以顺利比赛 是很高兴的事 各位选手训练了这么长的时间 四年才有一次听障奥运 如果取消对他们的权益影响很大 所以这次很不容易 很多事情慢慢地解除困难 那可以出国就比较放心了 选手全心投入备战就是希望能在听障奥运的舞台充分发挥 尽管疫情之下篮球队仅有7名选手参战 但是在邓立真教练的带领之下 士气高昂 其实基本上这一次呢 我们是抱着不是去当炮灰 我们这次是去抱着去当 要给人家觉得我们很有前途 他们打出那个速度体能不差 胸呢拼劲也不差 所以我们跟我们亚东男男打的时候呢 我以为我们亚东男男会赢他们很多 结果就赢他们没有那么多 那我就觉得 我就会说我的亚东男 你们是不是轻敌 其实也不是 是我的听障男男就有进步 对 有进步让我觉得很棒 我一开始是在我家附近的公园打球 因为那时候是兴趣打好玩的 然后后来有一个人找到我 看到我也是肯定这样的 他就把我 我把小来这边 就说要不要打打看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 好 蛮有趣的 我会打 然后没有想法可以出国比赛 从街头篮球到正式比赛 选手登上不一样的舞台 展现不同的价值 中华听障男男代表队 5月3号首战将对决地主巴西